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工 今天我很偶然的发现了一篇小文章 就是我在2011年所写的叫做 金门拍鸟的建议行程 三天,三天的建议行程 我看了以后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是在2011年的一月份写的 那一月份大家晓得一月份是后鸟 就是东后鸟它迁徙 从北方迁过来以后它最稳定的时间 就是说到了一月份它就大部分都稳定了 不会继续再往别的地方迁了 它迁徙从八、九月开始 但是它陆陆续续有的一直走 停在这边说不定过两天它又走了 所以那段时间在一月以前都算不是那么稳定 那一月份是算是最稳定的 所以我们那个黑面皮路的普查 每年都是在一月份来办 因为这个时候后鸟的迁徙已经稳定下来了 那这个时候这是我现在所写的建议 就是一月份左右 就是鸟已经差不多稳定的情况之下 所提出来的建议 那我们看这个第一天 第一天 这个 早上绕池湖看鸟池是否还在之头 鸟池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边上 这是池湖 池湖的边上这边是鸟池最多的地方 然后从南山绕到南山林道 今天第一天最很主要就是这个南山林道 南山林道我们 我们怎么走呢 就从这个是南山 这是南山 这是北山 是以双里湖来分 那南山 我们从南山进来 从这边走 沿的南山林道 南山林道呢 小遍横 黑猴渠 黄尾渠 东科 八哥 这个亮鸟 狂 戴圣 吉林等等等等 这些都有 这边上 因为这旁边他们都种高粱 那从南山林道 左转 从这里来 左转 再绕池湖 再绕池湖 那这池湖 这时候要注意看这边的这个鸥池啊 是不是还在 那这里有一个有关 如果你对如此有兴趣的话 你想要看他出海那个很壮观的场面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了解潮汐 他在什么时候出海呢 不是每天固定的时间 没有 根据我去两年的观察 做统计 然后最关键的是 我在这个南山的这边海边 人家种养科的地方啊 这里 养科的地方啊 那个科名呢 我跟他们聊天 他说 因为他们采科都是退潮以后嘛 退潮以后 他们才有办法下海去去采科 啊他们几乎经常都会碰到 他们去采科的时候 经常都会碰到那个鸥池 就从头上大批的这样出海 所以 鸥池出海的时间 基本上就是退潮以后 一两个小时 你如果要拍这个鸥池出海的话 一个是 这条路啊 南山临到 这边有一个岔路可以到这个海边 那鸥池 那鸥池 他在这边停息 然后他会从这里过去 从 从这里出海 这样斜的方向啊 这样过来 当然这不同季节 因为风向的关系 他会有点变化 会有变化 有时候会被 偏北一点偏南一点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从这里 我上次拍到那个很 很壮观的一个出海的 的情况 也是从这里下去 然后你如果要拍他 刚刚出来 那种场面 我是在这个 南山临到的中间 看了这里 在这里等 等了好久 然后他要起飞之前 会在上空绕绕 一群在那边绕绕 绕完了以后 才开始哇 一下很非常状况 这样冲过来 所以你如果要拍 如此的出海的话 这个南山临到 中间这里 还有这个海边 南山的这个海边 就是南山临到 大部分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走法 这是南山临到 然后这是池湖旁边的 凝湖路 凝湖路 这边就可以看到池湖 看到如此的情况 然后过去我是从这里走 从这个南山 因为这条路是新的 这一段是新的 以前没有从这里走 那你如果要绕大圈 你也可以绕到北山 这里北山 北山洋楼在这里 然后你也可以绕到 到这边过来 然后走南山临到 然后这一边 这里 的乌沙头 乌沙头是看什么呢 看如此返航的时候 你早一点的是 就是他傍晚有夕阳的时候 我们是在这边看 在这边看 看他归回来这里 从这里看 这西边太阳 从这里看过去 非常漂亮 但是稍微早一点 差不多三四点 四点左右 你可以在这里看 在乌沙头这里 在这里看他从这里回来 从这海面回来 它是贴着海面飞的 然后接近陆地以后才往上窜 所以你会看到这样 一条一条的线头在那边窜 在那边流动 从底下这样窜起来 非常好看 这个乌沙头 这个地方以前是荒烟漫草 有一个军营已经废弃了 现在我从网络上看 这边这个军营已经整修好了 变成一个观光的点了 那接下来出南山陵道 从这里出来左转再绕池湖 然后到这个双里湖 就从这边进来 这边进来以后绕了这里这样走 那如果你要看独池返航是在这个点 从这里 从这边可以走进来 车子找地方停 这个路不是很宽 这个进来好像车子也可以进来 看人多不多 然后在这里看非常好看 这个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那个 这边 非常多的一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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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飞回来 你在这里看非常的震撼 然后如果不是那个时间的话 然后如果不是那个时间的话 我们在这里 这边有一些余温 也可以仔细看一看 我以前在这里拍了那个 螺纹鸭 翅膀鸭 等等都在都在这里很好拍很近 这边不错 然后你慢慢走 从这里穿过出来 穿过这个环岛西路 穿过来以后这有一个李光前将军的庙 那你只走 然后再穿过这个顶陵路 顶陵路 要去这个沙岗农场 沙岗农场 它也是一个拍鸟 和你想很好的地方 因为这边都是农田 农田 我以前常拍这个黑赤鸭在这边 黑赤鸭在这个这个树上这边 然后你可以边看边走 往里面往这里面走走走走走 走到这边弯出来 过来接到穷安路 接到穷安路 然后我原来 上面所写的第一天的行程 中午可以到沙美去吃午餐 就从穷安路出来以后到沙美去 大概一个早上应该就那个 下午到金沙水库 可以绕一下附近的农地 有苍翡翠等等 这个是金沙水库 这个这个水库 这旁边的农地 旁边的农地 其实可以绕一下看一看 然后呢 到这个 这里是金沙西河口生态区 来这里最主要拍的就是这个黑头翡翠 黑头翡翠 黑头翡翠它是最 很多人来这里主要的目标就是黑头翡翠 然后它在中段路边的木麻黄上面或者是河边的石头上 木麻黄上或石头上 那它吃小螃蟹 另外有中勺鱼、水鸭、斑肥、翠等等 若是藏潮比较难看到 藏潮的话比较难 因为它要吃那个 它要吃那小螃蟹 你退潮以后才有小螃蟹可以吃 然后我们沿着这个田墩 这是田墩 沿着田墩的海边 一直往西原的方向走 那这里有一个西原的 原厂展示馆 西原原厂 早期的原厂展示馆 然后 你可以出来一下 可以绕一下 这个叫清雨农地 清雨农场 清雨农场有一些溜 还有一些拍那个燕横 燕横也在这里 也有一些猛禽 它出来以后 这一条青沙路 你也可以从中间这里弯过去 从中间这里插进来 反正在这里都是属于清雨农场 然后这边是 这条路是比较大一点 这一条你走这一条的话 主要就是说 你先到这里 观澳这边看一看 观澳 如果是 观澳 从这个看这海边呢 有时候也有很多东西可以拍 在石头上面 可以占一些鸟 看一看 回来 然后从这里 这里是可以走一走的 不是只有一条路只指的 你可以绕一下绕一下 然后从这里出来 回到上面再往回走 这边是浦边 你可以弯进来浦边 这里浦边的海边 就从这里有一个指示 有指示牌 有路标 可以往普遍 可以往这里走一走 然后回来以后 再往下一点 再往下一点 它路边可以看到一个叫 陈光教养家园 它前面有一条水泥路 你转进去以后 这边的田间的生态也不错 井也很漂亮 如果你来得及的话 赶回池湖 看这个鲁池返航 就说你下午的时间拍拍拍 如果说没有遇到很精彩的情况 你可以赶回去池湖 看那个鲁池 就是返航 第二天 上午直接到琼林水库 这个琼林水库 琼林水库 这琼林 在这个金门岛的中间 比较瘦的那个地方 琼林 你可以从琼林这边过来 从这边过来 弯进来 也可以从这个柏 柏玉路 柏玉路 这边有一个碉堡 路的中间有一个碉堡 这里 你从这里往琼林的方向过来 然后在这里弯进来 从这里弯进来以后 这琼林水库 这琼林水库 这是我的经验 我是说你早上直接到琼林水库 被妥查水 坐在水库边拍两个小时 坐在这里 一进来以后 你车子停好 他这个路边 那个坡 这里有一个空间还蛮大的 你可以坐在里面 为什么坐在这里呢 当时的宋矿五小现在还有没有 因为 因为 我那个时候 2010 一一 反正那一段时间 这个水不会很满 不会很满 因为你来到这里 你看这边 看对面这里 看这边的沙洲上面 有没有在一些炉池 那个最有名的黑罐 黑罐都也是在这里 在这一边上 如果你在这里看到 这边有鸟 炉池一些有一些鸟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 如果你来到这里 这个水很多 这边根本没什么鸟 这边没什么鸟 那就可能就 就不太精彩了 所以这个要看看 你如果说 来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这边有鸟站在这边 鸟的习性就是这样 一个小时左右 或者是四五十分钟 他就会 到这边的水比较深 这个角落 还在这里吃鱼 吃一吃吃一吃 他又回来休息 再隔一段时间 再过来 那鸟池跟黑罐 他们都是大概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 会来这里吃 那鸟池其实那时候 多的时候 大概一两百吃 他从这边 开始吃的时候 从这里滚 像车轮式的这样 就是说他前下去以后 往前 然后爬起来 往前飞 再前下去 再爬起来 然后又回到后面 又转向 比方说从这里来 要转过来 要转过来 反正他在这边 整群在那边吃 而且那时候鱼很多 吃起来 那个场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 我这边拍的 我心里面非常的激动 穷云水库 鲁池 那还有鱼鹰抓鱼 斑翡翠 这里有一对斑翡翠 这中间这里有一只棍子 结果 大家抢的站 站上去 那个拍起来也是很过瘾 斑翡翠 冲水 然后你那边等的话 狂也会进来 狂也在上空这样 还会停在边上的树上 然后 苍鹿 水鸭 翠鸟 苍翡翠 这些 这个算是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现在情况怎么样 要去看现场 看现场 你看看水会不会太满 这边有没有鸟 最主要就是说 这个角落这里有没有鸟 有鸟你就可以试试看 然后 完了以后你可以走到柏域路 走到中山林停车场 你从这里过来 这个柏域路往回走 这里到中山林的停车场 那过去有这个斑点指校东 在停车场附近有一只蛮稳定的 那今天情况怎么样不晓得 下午 刚刚是早上在穹云水库 那下午呢 你要看潮汐到乌江西口 乌江西口 你要来这里拍 又要等葬潮 要等葬潮 就是还没葬满之前 你要先过去 所以我们去金门拍鸟里 最好先查一下那个潮戏表 什么时候是满潮 什么时候呢 开始退潮 你要晓得这个时间 那拍 吴江西口是要葬潮 按理拍鲁池 出海 那要退潮 那要退潮 金沙溪河口生态区那边也是要退潮 那到这里时候怎么来呢 我们从金城走这个西海路 这边西海路的这里能不能直接这样转过来 我不晓得 因为我们要到这个下树 下树的海边这里 现在这里一个雕塑公园修得很漂亮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进来我不晓得 我那时候是这样走 从这里弯进来 往下树 这里中间这里有一个饭店 然后这里转过来 往下树 然后找个地方停好车 不要妨碍到别人 然后你就看到设备 就越过这个地方下去 就是沙滩这里 在这里等 等这边 在前面这里 鸟矿是越来越好 你在退潮的时候鸟都跑了很远 它都在水边嘛 你退潮它水边就离得很远了 那藏潮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进 一直进 它会一直飞一直进 然后会群集在一起 所以在这里可以拍到非常多精彩的画面 你拍五江西口的藏潮 藏潮前的情况 然后差不多四点左右啊 你就回慈湖 看这个如慈返航 回慈湖 这里 你回到慈湖这里 如果早一点你可以在这里看它从海面来 稍微晚一点呢 这个五点左右啊 你就可以从这里 从这里进来 从这里进来 然后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 从这边来看返航 第三天 我写的是说到小径的植物园 植物园在这里 这怎么走 柏域路啊 要穿过这个穷径路 小径它是在小径啊 穿过穷径路 然后就是往这个太武山的方向走 这边绕了一下 这里有一个无愧亭 无愧亭 这有一个亭子 这也很好记 然后你从这里 这是柏域五段 这是四段 然后再穿过这个环中路 它就在过去一点点左边 这里有一个植物园 这个植物园的生态也不错 你要派昆虫的话 那也有一种蝉啊 有一种蝉 黑色的 只要是如果是它 它在那个 话语 就是它出来 从土里出来的时候 这边 那种蝉在这里拍 非常的精彩啊 这里有 黑洞 白富洞 斑点 紫孝冬啊 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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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域 这个农场这边黑石园 不错 然后绕出来 就到 这个 这边是金沙 金沙镇 到金沙这边吃个饭 吃个饭 下午以后就是从这里金沙水库 金沙溪 河口孙泰区 然后田敦这边 反正这个沿途都是边看边拍 到西园 然后你可以到官澳到清雨农场 然后再回来 这个是 前面主要前一天的一个行程 然后第二天 琼琳水库 琼琳水库 然后 到 这个停车场这边看一看 然后下午 到 吴江西口 到吴江西口 这边拍 然后是这个 植物园 第三天 植物园拍一拍 然后看 哪里 需要补的 就再去补一补 就这样 非常感谢您 希望您 能够有一个好的参考 因为这个要跟时间有一点 这个是拍洞后鸟的 如果拍下后鸟 又不是这样的 下后鸟的话 立头风湖 那个又不一样的 又不一样的场景 现在 11月过去以后就 东户鸟的时间 所以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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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